有個小小的總結 山林的危害 山洪爆發 我想這個是非常可怕 以及危險的 當整個新城山 當整個礦區土崩瓦解 整個滑落 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 甚至地震 每個地方居民 每個地方的老百姓 我們泰魯各人 每一個人都跑不掉 只是不到 現在應該是要做 遺訪的機制 我的心得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白晨子大哥 講得非常清楚 足人的四個訴求 我再說一遍 礦業改革撤銷雅尼之外 還要建立停損點 儘快給出一個時間 還有雅尼的退廠機制 其實關於雅尼的退廠 我們在這次的礦業法的修法 也要求要求要把關廠計畫的內容納入我們修法的內容裡面 雅尼這個礦廠不管怎麼樣最多最多在23年就要關廠 你如果都不提出這些關廠相關的計畫 相關的內容 就不斷的去製造反雅尼反礦廠的人跟當地雅尼的工作人員都是族人都是泰魯格族人的對立 這樣子落落相殘的居心何在 我們嚴厲譴責這件事也希望這次的修法一定可以把關廠計畫這個東西納進我們的礦業法的修法的內容裡面 好